手握炸彈威脅同歸於盡 炸彈客跟警察對峙12小時 駁火上百槍 檢方最後開槍攻劍把人制服 這次發生在2019年12月12號 一名炸彈客放置撒彈之母炸彈 在國民黨後臂黨部 但遙控引爆失敗 檢方最後在高雄把人逮捕 現在一審判決出爐 根據判決書內容 炸彈客從網路上學到製作 撒彈之母技能 偽造國防部軍情局證件購買原料 由於當時正值總統大選 他因為內心愤愤不平才會犯案 法院也委託其美醫院 進行清理醫療鑑定 根據炸彈客醫療 以及服藥的治療情況 認為他犯案時 只是辨識能力顯著降低 並非完全無法辨識 一審重判9年半有期徒刑 小梁他有精神障礙 自其辨識能力有顯著減損 但沒有達到不能控制其行為之程度 儘管炸彈客辨稱 只是製作新式煙火或鞭炮 不是炸彈 也罹患了精神疾病 但由於他犯案施證明確 一審重判9年半還可以上訴 不讓精神疾病成為脫罪理由 記者類觀眾王書宏 台南報導